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个超能力家族的故事 兄妹两人永远火系超能力,可以用能量播隔空爆炸 关键时刻还可以隐身的奇幻故事 话说在上世纪意大利启动了一个异能者,觉醒了秘密实验 他们残忍的将众多平常人暴露在极端环境 让他们接受极端刺激和精神压力 从而这时一些人有的初代异能 有的可以像鸟一样飞翔 有的用有橡皮手等超能力 在这其中最厉害的就是金发女 她利用自己的隐身能力毁掉了实验室 带着存活的异能者解放了自己 而且在逃亡中还生下了两个孩子 多年之后,意大利出现了一批年轻的超能力者 他们便是初代超能力者的孩子 小金发从小遇到危险,便能控制火元素 而且变异出第二能力,毒心术 而另一个小孩瘦瘦遗传了母亲的隐身能力 变异出能量波爆炸的超能力,可以隐身摧毁一切 在她很小时,就无意间摧毁了一艘潜艇 当然隐身超级英雄最悲剧的就是 做了好事还不能被人发现 射射喜欢的女孩错把别人当作救命恩人 这让瘦瘦很是难过 在酒吧为了展示自己的身份 结果毁掉了整个酒吧 等她醒来时,她被搭到了母亲这里 当年的金发女已经变成了白发神 作为初代的一能者 他们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每一次使用超能力都会刷弱一点 老了只能靠孩子输血维持生命 而射射的老爹,据说已经被残留的实验组织绑架 白发神告诉瘦瘦 现在的人类正在秘密抓捕超能力者 拥有隔空一物超能力的黑发女 在偷取钱包时被抓 拥有心灵控制能力的光头书 在用超能力抢银行时也被抓 看看这些超能力者都用超能力干啥了 这不活该被抓吗 但是白发神认为凡人就是恶魔 他们对超能力者赶尽杀绝 所以白发神和博士在准备发起复仇行动 这里瘦瘦晚归回家 却看到了白发神和其他超能力者 在密谋恐怖事件 这仔细一看 抢劫犯光头书 还有小偷黑发女 不都挺好的吗 摄射隐身偷听才知道 白发神都是骗他的 根本就没人在绑架超能力者 而且他们准备将液体炸弹 注入天然气管道里 通过管道 无死角分布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再加上妹妹的火焰超能力 必定可以让全国开花 竟然想想都一定小激动 不过悲剧的是 隐身的兽手还是被妹妹给发现 完了之后 摄射被当成叛徒 关了起来 只要不导弹 摄射现在也没什么价值了 因为博士已经在摄射身上 找到了修复初代超能力者 缺陷的方法 在恐怖行动开始当天 白发神指挥一切 其他人则秘密行动 令摄射没想到的是 他的父亲就关在隔壁监狱 老爹通过通风管道 告诉摄射 他的养母就是生母 白发神所杀 现在白发神已经为了复仇 成了疯婆子 父子俩必须阻止他毁灭世界 知道真相的摄射 瞬间爆发了能量波 墙壁瞬间炸出一个窟窿 炸出来之后 两人赶紧去往天然气阀场 老爹一直都没爆发什么超能力 但是兽手凭着音波弓 轻松打退 其他超能力者 可面对妹妹的进攻 射射只能隐身 不伤害他 当液体炸药注入完毕 即将点火的时候 妹妹还是犹豫了 毕竟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 这时白发神丧心病狂的 拿着火焰就要去引爆 憋屈了整部电影的老爹 义无反顾的抱着白发神 两人一跃跳下了楼梯 最后白发神和老爹都被扎心而死 其他超能力者 决定还是去找悼念的实验者报仇 而不再伤害无辜 故事最后 射射和妹妹又成了孤儿 他们决定离开意大利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生活 毕竟人家超能力在手 去哪里都不怕 嗯 另外 射射确实蛮帅的 每天一幕小电影 欢迎来自关注 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品来源 科幻电影 少年透明人2 请不吝点赞订阅